今天从长滨台11线96公里处转台30线 今天要来走一下玉长公路 玉长公路全长16.26公里 其中玉长隧道是台30线通过海岸山脉的最高点 玉长隧道位于花莲县副里乡跟台东线长冰箱的交界 全长2660公尺 是花东地区唯一穿过海岸山脉的公路隧道 也是台30线唯一的隧道 公路的贯穿缩短了原本的行车时间 从原本的两个小时缩短成只需要30分钟 就可以让游客横跨海岸山脉 安通温泉的路头是出入于安通溪 是属于弱碱性的氯化物硫酸盐泉 水温可以达66度 而且水质清澈 带有硫化氢的味道 安通温泉有着安通佐暖的称号 是花莲八景之一 1904年的时候日本人上山踩蟑螂 无一间就发现安通溪的河床冒出温泉 一直到1930年的时候设置了日本警察招待所 日本人才将安通温泉辟成公共浴场 当地仍然保留一些日治时洗心店的木造房屋 附近还有一个安通的露天野溪温泉 据说只要走路一分钟就可以到达 非常适合我这种辣喀的人 我决定把野溪温泉列为下次探访的清单 过阵子天气冷一些了泡一下已经很棒 再从安通温泉约两公里多很快就到狱里了 02年的风格 录盕 大家iren 这个 五十里 一 那你也有摩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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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